材料清单,田螺五百克,泡椒抓一把脑土,都算五个七个,再将一块大葱五根,将一块青青椒一百克,汉原花椒一小把,豆瓣酱两勺,老抽二勺,料酒一勺,盐,质量,白砂糖一小勺,香叶,卖回来的田螺在水池里养一天,池里放一勺盐,让田螺自己吐上,炒之前淘洗四到五遍,进入味用拼嘴钳子, 比剪刀好用,不容易伤手,用瓶水前的半圆端夹住萝尾,田子用地一捏就搞定,全部萝尾加掉后,淘洗至水清,沥干备用,泡椒,蒜拌,小米椒,姜,炖末,大葱切断,备用,如果想叫载椒的话,可以切丝,加酸菜的话,切条,热锅下油,油烧热后放二勺豆瓣酱,稍稍调小火炒出红油, 下花椒,香叶,八角,刹那,炒香,调大火,油滚烫后迅速放入田螺翻炒,翻炒片刻放入堕色的泡椒,小米椒,姜油末,蒜末,下料酒,早抽,大火翻炒,又准备酸菜的话,这一步一起放入,放入七星干辣椒段,翻炒一分钟后倒入一碗开水, 腌制田螺刚刚冒头的水位,放入一下烧白糖,焖煮五分钟后放入葱段,如果准备了宰姜丝的话,这一步一起放入,继续焖煮三分钟,汤汁稍稍收一些后肠胃,按个人口味适当调味后打起装盘,小切事衣,细田螺模仿淘尼,双手抓一把田螺出手,螺可带泥,尽量多洗即便, 以淘洗的水便清色为标准,因田螺鼠寒,所以感冒期间的同学不易使用,逼嫁和孕期的姑娘们,也尽量不吃过,田螺因为不易入味,超时可以多放一些油,或是慢煮时多爆些水,一般晚饭时炒好,宵夜的时候拿出来吃是最入味最好吃的了,记得加热